诸葛亮首次北伐时 失去了十一位大将 仅看名单就知道 他败得有多惨 在三国历史的辉煌篇章中 诸葛亮的北伐 无疑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篇章之一 从公元228年至234年 他五次挥师北伐 意图复兴汉室一统中原 然而 命运似乎总是与这位智者作对 在首次北伐之际 尽管蜀军准备充分 且在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计划终究未能赶上变化 这次看似胜券在握的北伐 不仅未能成功 反而导致多名大将的牺牲 为后续的北伐 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蜀汉的衰败 其实早在关于尸首荆州时 便已埋下了伏笔 对于整个蜀国来说 荆州的失去 意味着 他们被困在了自己的领土之中 想要问鼎中原 变得异常艰难 而对于刘备来说 失去关于的痛苦 更是难以言表 在关于被东吴杀害后 刘备不顾诸葛亮的劝阻 执意发动一陵之战 试图夺回荆州 然而 这场战争 却以刘备的惨败告终 不仅张飞在战前被杀 刘备本人也在战后一蹶不振 蜀汉的国力大俭 军心动摇 在这场大败之后 刘备病倒 诸葛亮深感自责 他责怪自己 未能阻止刘备的东征 同时也为法政的早逝 感到惋惜 他认为 如果法政还在 或许能够阻止刘备的东征 或者至少能够减轻败局 然而 历史并没有如果和或许 在伊陵之战的第二年 刘备在白帝城病逝 临终前 他将诸葛亮照到身边 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 刘备的话让诸葛亮深受感动 他历史要辅佐刘善 实现当年龙中队 定下的北伐公位的志向 然而 首次北伐的失败 给诸葛亮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他失去了十一位大将 这些将领的牺牲 让他深感痛惜 他知道 这场失败不仅意味着他个人的失败 更意味着蜀汉的未来 充满了不确定性 然而 诸葛亮并未因此而放弃 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必须为了蜀汉的未来而努力 于是 他再次整顿兵马 准备发动后续的北伐战争 虽然历史对诸葛亮并不宽容 但他却从未向命运低头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命运的极限 他的北伐战争虽然充满了艰难和困苦 但他却从未放弃过对汉室的忠诚和对未来的信念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面临再大的困难和挫折 只要我们坚持信念 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重振汉室之志 诸葛亮鞠躬尽瘁 至死方休 在幕后策划 与千里之外决胜 刘备此时候 诸葛亮开始治理于蜀国的恢复与壮大 使国力逐渐回升 为确保北伐无忧 他亲自挂帅南征 平定了南方的叛乱 在七秦梦获的治谋之后 他确立了不住兵 不孕梁的治理原则 赢得了南中民众的忠心拥护 实现了民族和谐 为蜀汉的军需补充和兵力增强 开辟了新途径 此外 诸葛亮派遣陈镇 邓芝等人 出使东吴 稳固了吴蜀联盟 以制衡曹魏 防止其偷袭 公元2226年 魏帝曹丕驾崩 年幼的曹瑞继位 为蜀汉北伐提供了良机 2227年 诸葛亮认为时机成熟 遂上书 出师表 与赵云一同进驻汉中 任命魏延为丞相辅司马 准备挥师北上 公元2228年 诸葛亮正式发动 北伐曹魏的战争 在战前 魏延提出了 子无骨骑袭策略 建议自己率 五千精锐突袭关中 与大军挥师同关 然而 诸葛亮认为 此举风险过大 最终决定先驱隆右 逐步推进 直指长安 他派遣赵云帅 宜兵出包邪道 占领机股 以吸引魏军主力 自己择主力 进攻齐山 尽管有人批评 诸葛亮的策略 过于稳健 缺乏果断 但从结果来看 这一策略 确实稳妥可靠 由于曹魏毫无防备 面对蜀汉大军的突然袭击 魏军毫无还手之力 很快 蒙右三军 便纷纷投降蜀汉 此战 诸葛亮不仅收编了 天水守将将维等人 还是曹魏朝廷陷入恐慌 在汉军势如破竹之际 远在洛阳的曹瑞 急忙调集大军增援 他亲自坐镇长安 同时派遣 曹真去防御赵云 张和则率领大军 对抗诸葛亮的攻势 虽然曹真和张和的加入 让蜀汉的进攻有所减缓 但诸葛亮深知张和的意图 是夺取汉军的咽喉之地 接挺 因此 他成竹在胸 只需派遣一位可靠的将领 驻守接挺 便可抵挡张和的猛攻 进而一举拿下长安 在这个关键时刻 诸葛亮的心腹马素挺身而出 多年来 马素跟随诸葛亮南征北战 立下赫赫斩攻 深得诸葛亮的器重 然而 他尚未有独当一面的机会 因此渴望能够展现自己的才能 诸葛亮力排众议 决定让马素单子重任 为确保万无一失 诸葛亮不仅为马素配备了副将 还亲自指点他 安营扎寨的位置 并安排高翔 魏延在接挺两侧侧营 按照诸葛亮的部署 马素只需按部就班行事 便能轻松守住接挺 然而 事情并未按照预期发展 张和果然率领大军来犯接挺 而马素却未能遵循诸葛亮的指示 他擅自将部队驻扎在一座孤山上 知副将的劝告于不顾 结果 张和率军围攻孤山 切断蜀军的水源和粮道 导致蜀军内部混乱不堪 最终 马素弃军而逃 汉军大败 接挺失守 高翔 魏延在接挺两侧无法前进 值得率军撤退 与此同时 赵云在包邪道也接连失利 被曹真击败 随后 曹军北上攻打此前投降蜀汉的安定郡 随着接挺的失守 蜀汉失去了所有有利地形 面对曹军的追击 诸葛亮无奈只能撤兵退回汉中 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回到汉中后 诸葛亮痛定思痛 挥泪斩下马素 同时 他还斩杀了张修和李胜 以整肃军纪 并剥夺了黄锡等人的兵权 诸葛亮尚书 自典三等职位 赵云也被降为镇军将军 在清点战损时 诸葛亮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此次战役中 蜀汉失去了八位杰出的将领 包括杨群 炎之 白寿 马玉 丁丽 刘和等人 这些将领的失去 对蜀汉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然而 诸葛亮深知战争无情 他必须迅速调整心态 为未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邓同等七位英勇的战士 最终都在张合的追击下 英勇牺牲 再加上之前被斩首的三位将领 蜀国一共失去了十位得力干将 尽管局势严峻 但值得庆幸的是 五虎上将之一的赵云仍然健在 然而 就在诸葛亮重整旗鼓 准备发起第二次北伐的关键时刻 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 赵云将军因病离世 赵云的离世 象征着北伐的支柱瞬间崩塌 第一次北伐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曾经以武将辈出而威震天下的蜀汉 如今却陷入了 武将可用的困境 这无疑预示着 汉室的复兴无望 蜀汉的覆灭已成定居 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在最后一次北伐中 诸葛亮本人也在武藏元前线 英勇献身 这位伟大的谋士 最终也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